你知道如何不吃藥 又能夠好好睡覺嗎 常期用安眠藥 吃久了會成癮 吃都會失智 雞少真的也很重要 老人吃了幾個月以後 要讓雞肉手腳就好了 然後站起來 走路的速度都改善了 我早上吃 晚上吃 吃幫助我睡眠 我的睡眠的秘訣 其實就是一個 全台每五個人 就有一人有失眠的困擾 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更佔了六成 常期睡不好 當心腦中風 失智 風險狂飆 想睡好該怎麼吃 讓專業的來告訴你 蔡上皇你是睡得好的人嗎 我是很熬夜晚睡 但是睡進去後就好了 是 因為我知道 你大概都三四點以後才睡 沒錯 聽起來很不健康 可是你沒有辦法早點睡嗎 因為晚上就是我唯一的咪菜 好像早點睡的話就會很吃虧 是 所以你原格還講 你沒有睡眠問題對不對 可是因為台灣其實有四百六十萬人 有睡眠問題 你就是其中一個對不對 我以前有對不對 最近還好 我現在找了兩位專家 一位是那個 醫生軍專家的櫻姐教授 另外一位是我非常熟悉的 楊醫師 周台醫師 精神科醫師其實他接到很多這樣子的 的這個案例嘛 對不對 非常多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自己睡得不錯啊 打呼啊什麼的 但是 怎麼樣可以自我檢測說 自己是不是睡得好 還睡不好 像你剛剛不是要打呼嗎 像是吸氣板上面就提到 你打呼 別人以為你睡得很好錯 那個是一個心形 要把未必注意的疾病 叫做睡眠呼吸中止 就他 是沒有錯 我們是同病相連 你也有啊醫師 因為這遺傳的 我們受過專業訓練 要知道怎麼去處理他 比如說我帶羊鴨器 要讓他睡好覺 那再來呢 比如說這種潛眠 我們睡覺 其實最麻煩的就是 上床30分鐘睡不著覺 再來就是半夜睡了容易 還有一種就是 這叫潛眠 就是有在睡 可是整晚夢一直連連的 讓自己覺得 進不去 起來的時候沒有睡得很熟 因為我們睡眠是90分鐘一個週期 潛睡深睡做夢期 深睡期很重要 再來呢 我們常說黃金睡眠時間 是晚上11點到早上6點 至於6小時的人 你的壽命可能比 7小時的人少5到10年 蛤 差這麼多 你有需要這個數字嗎 我也順便講一下 睡太多也不會 睡再會越多越呆 所以你就要記得Lucky7 7小時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我們長期 處於一個失眠的狀態的話 對我們的身體 會有哪一些很嚴重的危害 會造成我們的壽命 減少5到10年 你簡單講 睡不好覺 從頭影響到腳 舉個例子 我們睡覺的時候 其實會排毒素了 這都有影片可以看得到 腦是人的CEO嘛 你就會容易失意失智 甚至還有睡眠障礙 有癌症的報告 所以有的人就可能心臟血管疾病 大家也聽過代謝症候群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再來就是說 它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因果關係 譬如說21世紀3大疾病 叫做憂鬱症 憂鬱症的9大症狀裡面就有睡眠障礙 我剛剛聽到這個例子 我想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也很誇張 他曾經3天3夜72小時都沒有合眼 結果一直睡不著 後來是去醫院掉點低才終於睡著 結果後來就覺得說可能是因為工作真的是太忙了 像大家可能會覺得說睡眠會失眠 可能是因為壓力大 或環境吵雜之類 他就乾脆是失職 然後在家裡面過了非常養生 然後飲食也有做控制 後來就能夠成功的入睡 所以我想請問醫生 是不是在我們的睡眠的部分飲食也很重要 先講不健康的飲食 像我來講 咖啡我白天可不可以喝 可以 但是晚上6點以後就不喝了 為什麼 咖啡跟茶它很有咖啡因 它會讓你抗憤會干擾睡眠 還有一位跟大家迷失就是酒精 酒精 其實大家知道酒精現在是被世界衛生組 列為致癌物之一 而且有的人說 我睡前喝一杯紅酒好不好 因為心臟科不是說新陳代謝嗎 現在也錯誤了 所以新的這兩年的研究顯示 喝了紅酒你會容易心率不整 所以現在四個字叫低酒不沾 還有再來什麼叫不健康食物 吃不對時間也不對 譬如說睡覺的時候 選擇你要吃一碗泡麵 或是精緻的飲食 有的人就想到這樣子 因為這個睡覺前吃個東西 血壓飆高 愛睡愛睡 對不對 這就是似是而非的概念 不對 因為我們睡覺你要知道 你如果這個時候吃的飲食 那你就去睡覺 你有幾個問題要出來 第一個餵食道膩 因為你躺著你就知道味道真命 就倒回來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食物還在腸胃道裡面 消化 消化不良 代謝又不好 所以很容易 這也是所謂的代謝症候群 高危性的人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對不對 你也去睡覺前要避開碳水 會引發血糖的這些食物 那我們應該吃 如果真的很餓怎麼辦 很簡單講 富含色胺酸的東西 色胺酸為什麼要用色胺酸 因為色胺酸可以倒茶變成血清素 那色胺酸血清素 它的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香蕉啦 鮮奶啦 或者是所謂的 堅果 堅果 魚類也可以 千萬不要吃那種太精緻 太高熱量了 那個東西是不對的 另外一個就是腸道失痕 為什麼也會影響睡眠 你的飲食影響到你腸道菌 就所謂的腸道失痕 而這個會影響到你的荷爾蒙 像多巴胺啦 像血清素啦 這些東西的分泌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說 腸道會跟大腦互相影響 其實跟一個腸腦軸線有關係 什麼是腸腦軸線 腸道我們有一個腸道神經系統 它是非常的綿密 小而美 它大概有五億的神經元 而我們這個大腦有100億的神經元 可是這兩個中間是有溝通的 它用的所謂的迷走神經在溝通 任何事情發生在你腸道 譬如你腸道菌的失痕 譬如你飲食的失痕 譬如你剛才講喝酒 這些影響到這裡 然後都會經過這個腸道神經系統 經過迷走神經 去影響到你的大腦 當你太緊張的時候 同樣回來影響到你的腸道菌 所以你的跟睡眠相關的荷爾蒙 也會失痕掉 也會亂掉 可是醫生 所以所有的器官裡面 就只有腸道跟大腦會互相影響嗎 比如肝啊胃啊 都不會嗎 當然是不會 可是現在有個概念啦 這蠻有趣的概念 叫做腸器官軸 就是丹田對不對 這個丹田 所以我們現在有腸腦軸 腸肝軸 腸心軸 腸皮膚軸 等等都有 所以這腸道 不管怎麼樣 它是一個中心的地位 可是你心跟腦 當然也有關係 可是這個中心在這裡 跟每一個器官 真的 因為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有一本書就是 我們只有50%人類 它其實裡面就講到微生物 在身體各個部位 然後怎麼樣影響人的健康 對 所以教授講這個時候 我的概念就有了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下班經學 其實做過很多次 關於睡眠的專題 很多觀眾就留言說 我們吃藥就好了 對 多快啊 對不對 受效 對 可是為什麼醫師還是建議說 這個你不吃就不吃 那長期吃藥 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在台灣 你現在吃得到的安眠藥 都是管制型的 它有三級管制藥 有四級管制藥 管制藥用對的叫藥 用不對的叫做毒 長期用安眠藥呢 陸陸續續 有簡單的話 就是吃久了會成癮 吃多會失智 所以剛剛講到很多 包括了這個失智 阿滋海默 腦工人推化 跟睡眠的質量會變差 這個都是長期失眠 吃了像這個安眠藥造成 對不對 可是如果反過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看到那個 失眠會造成失智 失智之前 會不會一直失眠 好 問題 什麼叫失智症 就是腦工人退化了 比如說阿滋海默型的失智症 台灣還有一個叫 血管型失智症 然後等等 陸液試體 它就是功能退化 功能退化的時候 最怕什麼 作息就顛倒 失智症的病人 容易有叫黃昏症候群 什麼叫黃昏症候群 白天沒事 到下午5點5、6點以後 如果你讓他 這個晚上 比如說晚上沒睡好 白天他醒來 就到晚上晃神 他會見鬼 會有幻覺 會有妄想 精神異常就來了 這個時候的麻煩 因為失智 如果加上失眠 他的腦退步的更厲害 如果不吃藥的話 有哪些天然失智 會幫助我們睡覺 好 我想我們這邊是有包括 色安刷我們剛剛提過 香蕉、鮮奶、堅果 再來富含鎂 比如說像南瓜 或是深綠色蔬菜 這要補充 像我自己每天都在補充鎂 鎂的重要性不亞於鈣 再來就是老師的專長 益生菌 或是益生源的食物 因為我們常 這是人的第二大腦 你把它收好 付好 你就會健康 醫師已經講到了益生菌 跟益生菌 益生菌我們大家都知道 對 益生源 益生源到底是什麼 益生源其實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像一些 一些纖維素 像一些寡糖類 他吃到肚子裡面 以後 讓肚子裡面的好菌 多起來 就是這個平衡 腸道的菌 跟好菌壞菌的平衡 會恢復正常 所以就是我們要補充益生菌 但是我們要讓益生菌 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它是能夠平衡的嗎 所以為什麼要多吃一些 蔬菜水果 等等 也是這個方面 也是有關係的 可是教授 我很好奇 我們一般來講 好像都會認為說益生菌 都是改善腸道為主 現在還有其他類型的益生菌 10年前確實是以改善 腸道為主體的 現在像我們在研究室做的 就是精神益生菌 我從憂鬱 躁鬱進來研究這類的事情 甚至研究到很多的疾病 我們研究室做的最近最多的是一個 PS128子的菌 這隻菌現在是 全世界都很有名的 它為什麼很有名呢 因為它會經過腦腸軸 經過腸子 去影響你的大腦 所以它大腦裡面很多的一些 荷爾蒙的表現都改變了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說這隻菌 它會在 讓醫生講過憂鬱 躁鬱 或失眠 可以改善 其實除了我們演藝圈之外 包括我身邊有很多像軍人跟警察 他們都是高壓工作 那是高壓工作 精神益生菌 它有幫助嗎 當然有幫助 其實我們動物實驗 我們從壓力找手 我們在臨床實驗也做 有一次跟馬歼醫院合作的 我們找到大概四五十個高壓的人 他在一般公司的壓力比較大的人 給他吃 一二八 給他吃他有冷隔胃 假冷隔胃 然後看到前後的對照 你可以發現有吃精神益生菌 這些人 他的很多項目都改善 比如說他的睡眠指標改善 他的工作壓力指標改善 他對人生的看法也改善了 不是我跟他講的 脾氣會變好嗎 對沒錯 裡面有一個叫做 Look Forward To 就看向前看的那個指標上來 這就是精神生活態度改善 所以這個實驗讓我看到說 精神益生菌 對我們整體健康的影響 真的是很全面的 我們另外有做一些 比如說一些年紀大一點的 比如說政治功能 比如說注意力不集中的 我們甚至有做那種肌掃症 肌掃症 就是老人最大的麻煩就是肌肉沒了 對 我母親98歲 然後她最近因為一個多月前 得到那個COVID 她第一次得COVID 我們周圍那麼多人得COVID 我都得三次了 她一次完以後覺得 她會縮起 老人就縮起 肌能下降 所以肌掃症這也很重要 為什麼肌掃症認知 都會跟醫生有關係 常年的研究數據的累積 我們在老化老鼠看到很多的結果 以後我們去做臨床實驗 在臨床實驗也得到證明說 確實PS23 她可以增加 這個我們在義大利做的臨床實驗 她老人吃了幾個月以後 肌肉手腳就好了 然後站起來 走路的速度都改善了 這個益生菌 PS23 這個菌它很有趣 它會增加你腦袋裡面的BDNF 一般人不曉得什麼是BDNF BDNF其實我們叫做大腦滋養因子 它對小孩子你的腦的發育會快一點 你的老人像我們這種老人 他的那個那個衰敗 腦子衰敗退化會好一點 看到PS23有增加BDNF的效果的時候 我是很高興的 因為這個太重要了 可是教授如果我們要補充 益生菌的話 這個補充的時間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會討論說 到底是該飯前吃還是飯後吃 因為擔心說我會不會吃進去 但是它會被胃酸給腐蝕掉 我會認為是 你要不會忘記的時候去吃它 有人會說為什麼要煩惱吃 因為胃酸比較低 其實益生菌 好的益生菌比較不怕酸的 它反而怕的是溫度 怕是溫度 所以你買了一大堆益生菌 然後放在車子 放了兩天 你吃心酸的 然後酒就會死光掉 所以要冰冰箱嗎 最好冰冰箱 真的喔 有些廠牌會強調說 我會不會冰冰冰箱 相信你 相信我啦 你還是把冰冰箱 這樣藥啊 或者有些食物 就是有一些人可以吃 有一些不可以吃 但是醫生菌有這種差別嗎 重症的人不要吃 重症的人不要吃 譬如說 醫學上是有定義重症 然後它正在急性發炎期 它在做化療的期間 這個時候你的腸道都會鬆掉 對 本來沒有害的醫生菌 也可能會有害出來 所以我們一個標準就是 重症的人不要吃 教授這樣就很好奇 精神醫生菌跟安眠藥 鎂鈣跟推基素 他們到底差別在哪裡 譬如說影響身體時鐘 我們做醫生菌的時候 做醫生菌跟睡眠的時候 我們也會測 身體時鐘的一些基因表現 那真的是不太會影響身體時鐘的 那像安眠藥 像那個退黑激素 就會讓你影響 譬如說你假故你的日夜 日夜會亂掉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剛才那個洗床的困倦疲勞感 這個我們在動物實驗的時候 非常非常清楚 吃醫生菌老鼠 醒來就是醒來 吃安眠藥那一組 哇就寢不過來 那我相信吃鎂鈣 這個鎂鈣 因為鎂鈣是種食品 它也是比較溫和的 那退黑激素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是 劑量過高的問題 我經常講 益生菌是最安全的 你吃不會讓你吃太高的 可是其他兩個都會有問題 其實退黑激素 它是應該13個都不太 我覺得好奇怪 表現都不太理想 可是退黑激素不是我們人體 會分泌的東西嗎 對 通常我退黑激素是 譬如說我有死叉的時候 就出國回來的時候 我會吃了 如果說我們要打造一個 腸道平衡的環境 到底應該要怎麼吃 除了吃那個 那個失眠上賣的醫生菌之外 我們的食品也很多 像剛才這邊列出 油肉爐 酸菜 納豆味噌 味噌 它裡面也有很多的菌 當然這些菌 我不把它講成是益生菌 可是它裡面有很多好菌在那裡 右邊這個就是所謂益生源的 就是它能夠幫助你肚子裡面的好菌 去快速生長 而達到平衡的效果 像香蕉 洋蔥 蒜頭 蘆筍 這些都是所謂的益生源的物質 那其實呢 像是醫生跟教授 都算是蠻高壓的一些行業 那你們自己平常的睡眠狀況怎麼樣 你們都是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幫助你入眠 然後有一個好的一個 Lucky7的睡眠 晚上睡好覺 你要從白天做功課 白天做什麼功課呢 運動 運動呢 我們簡單講一次30分鐘 你一個禮拜三到五次都可以 然後做中度有氧運動 慢跑 快走 騎腳踏車 打球 跳舞 現在還有一個運動 根本不會受氣候的影響 叫做超慢跑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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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一個180BPM的 你可以很舒服的 你真的現在不能跑 早上10分鐘 中午10分鐘 晚上10分鐘 都可以嘛 這是運動 第二個呢 室溫要24度到26度 還有你蓋的被子 枕頭等等 床具 你都把它設定好 再來呢 你也可以做放鬆技巧 比如有人不是泡泡熱水 或者是說 這邊叫做按壓穴道 按壓穴道 對 百慧穴 一個叫風磁穴 百慧穴在哪裡呢 頭中 貼臉蓋的中間 對 你就可以按壓 每一次你就輕輕柔柔的 按壓個30次 你要多壓一下也OK的 這是一個百慧穴的可以壓 還有你有沒有看到 風磁穴就在你後面的兩邊 韓國人都會壓這個 對 這個其實你如果適當的做 你有放鬆的效果 對 那我們現在人太緊繃了 很多人緊繃 所以你正好把自己的身體放鬆 給身體抹擦機一下 他也要暗示他 該休息該休息 那教授 那你的秘訣是什麼呢 其實我沒有什麼秘訣 平常我全都知道我會玩速度 其實速度是不是晚上睡前晚 而是比較 它會讓我比較安靜下來 我的睡眠的秘訣 其實就是一個 它的睡眠儀式要出來 我就10點半我就進去 燈關掉 那我認為就是睡眠是很重要的 前面的睡眠儀式 時間桿 然後睡7個小時等等 然後 益生俊對睡眠 我會把它當作一整天的功課 然後我早上吃晚上吃 吃幫助我睡眠 益生俊不是讓你去 臨時抱我腳的 你不會說 我要睡前一小時吃就睡 我沒有這種規矢 長期的 那睡覺我的秘訣就是 照我的一個儀式去走 對 那就坐就睡了 是 所以醫師剛剛講 從白天就要做功課 但是教授講說一整天都要做功課 對啊 看來睡好教的確是不容易 來 今天謝謝教授跟醫師 謝謝 謝謝 啥